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很难跨越自己内心尺度 其实之前很多品牌都会来问 每一年都会来问一次 那是因为每次长到尺度的部分 就会心里有点过不去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都会很强调事业线 然后会觉得有点害羞 喜爱阅读的张君宁 在书上看到泛国女生 靠早上挑选喜欢的内衣获得整天的自信 觉得很浪漫也非常向往 很喜欢看书 然后我之前有看过一本在讲 法国女生为什么这么优雅的一本书 然后他就有讲说 其实法国女生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 就会去衣柜里面 找一件自己最喜欢的内衣 然后当他穿上的时候 他在镜子前面看自己 他就会觉得自己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他们穿内衣的时候 是让自己有一个内心愉悦的感受 然后当他出门的时候 整天就会展现他自己的自信 但这个是从内到外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 我也想要这个样子 对 而最近拍戏时 常穿性感服饰的张君宁 表示摆脱为了制造好身材 所使用的风香胶 真的好轻松啊 我最近在大陆拍五则天 然后又在拍你照亮我星球 那在里面 其实我一个是饰演 就是大明星 所以我常常在里面戏服 就有很多那种露背的 或者是就是那种 比较性感一点的衣服 所以这个时候 Airbrow就帮我很多忙 因为以往我自己在穿的时候 像是以前要金马或什么 其实衣服拆掉那里面很可怕 都是那种大力胶带 那另外一个是 大家知道在拍五则天的时候 他唐装也是前面比较裸露 那以前可能就 哇放很多那种 就垫在那边不能输嘛 但是现在有Airbrow的时候 我就是直接按那个气囊 我就可以展现 就是自信美 去跟其他的众女星匹配 对 Wall News新闻网采访报导